剛剛這個圖,我們看到它的圖檔格式 你會發現現在的網頁 圖檔以前早期是JPG或GIF 後來改成PNG之後 現在又多了一個叫WebP 我不知道這個格式 現在應該是有可能 它應該比原來的檔案更小 反正這個你們在Google查一下 其中的話,我就找到一個叫WebP轉JPG 然後找到之後的話 它有一個雲端的轉換功能 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那個丟上去 它就讓我下載下來 它就會有一個JPG 這個時候把它打開就OK了 所以其實有些格式 假如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也可以這個方式來做 再來的話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這張圖已經下來的話 當然我要拿這個蘇東坡三個字的話 那當然這個方式一樣 就是把這張圖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開起來 開啟就檔 然後就會可以看到這個蘇東坡這一張 剛剛WebP不行 所以這個可以 不對,我開錯了 應該是開啟就檔 應該是蘇東坡的那個 我看一下它下載 我找它的那個什麼 JPG的看看 JPG的 沒有在這裡 所以它是不是放在下載 在這裡 下載裡面 所以它幫我丟到那個下載裡面 所以本機裡面的下載 在這邊OK 不明的 OK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如果可以轉成 這個 JPG的話 理論上應該可以開得起來 我看一下是不是因為 我現在是在 直接開啟 無效的JPG 無效的JPG 所以它轉換到底是不是不能開 不過這個再看看好了 所以如果可以 轉得到的話 那理論上是可以用 那就可以把那個蘇東坡三個字 直接拿過來 這個我想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今天還有第二個 所以今天等於有個變化題 你們就是把那個名稱給打上去 然後產生那三個字 舉例子 你可以從網路上去找 或者是說呢 也可以從什麼 我找了一下那個網路上 其實也有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字圖或圖字吧 你們Google查一下那個 比如說像什麼字圖 因為字圖產生器之類的 或者字圖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類似像這邊有一些網站 它還蠻方便 就是你可以什麼 打一個字上去 比如說這邊有個連結 比如說你想要打 比如說春天的春好了 這個字 那你輸入之後的話 跟它講說你要哪一種 這邊有很多種 這個手寫的樣式 那比如說我找曼語這個 手寫體 那你會發現上面就出現一個 字的大小 至少要200像素好了 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字 直接怎麼樣 把它另存心檔 或者是複製圖檔 就會有這個字出現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網站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它不支援繁體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打這個 繁體字上去的話 它好像會出錯 比如說你打送春有沒有 我剛剛試了一下 送春這個換一個 你發現那個送不見了 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送春要能夠出現的話 只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開握的 然後把握的怎麼樣 貼上去之後 對 你把它轉換成 簡體字之後 Ctrl C 然後貼過來 我剛剛試了一下 發現是可以work的 這是簡體的 對 然後換一下 手寫這個好了 可以 所以這個當然 有些網站它好像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支援繁體的 目前看起來是 沒有 但是理論上 應該有蠻多類似這種網站 它可以幫你產生這個字 那你只要把這個字怎麼樣 按右鍵 看是要另存 還是要複製 那如果是 假如說是複製的話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貼過去 那一樣可以把它去背 OK 所以我們後面請各位 還是要做個變化題 就是把 上個禮拜那個變化題 你再加個字 然後那個字的話 盡量漂亮一點 你盡量不要用那種 內建的那種字 比如說什麼 微軟正黑題 那實在是完全不行的 OK 因為完全是 非常沒有特色的 OK 所以盡量找那種 如果你有找到更好的 歡迎你再告訴我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我剛剛關鍵字是找 找那個字圖 所以你們可以再找找 看看有沒有其他關鍵字 或者叫字圖產生器之類的 字圖產生器 然後它這邊會出現 我是找到第一個 這一個 然後點擊的話呢 是找這一個 這個網址 然後它這個網址的話 它是點com的 其他的話 看看還沒有別的 這個我想還是 滿花時間的 而且像這種網站 就是怕說它現在是可以用 那過一段時間它就不欠了 有可能會 就是可能它沒有 因為像這種網站 它還是要獲利 它要怎麼獲利 其實可能 如果它沒有辦法獲利 那可能開沒多久 可能就會不見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 我們就是再來看一下 這個 後面的題目 那題目部分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剛剛的話是那個 宋春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那個什麼 新年快樂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出 新年快樂 它說要 28乘28像素 所以這個新年快樂 就類似像這樣 這邊有個新年快樂 那這個新年快樂 其實你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的話 是背後的那個 像春聯的子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我們需要先把 這個春聯那個子 先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 再把字打上去 那打字的話呢 可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因為理論上一般的字都是橫向的 但是這個地方的字 是要縱向的 所以要怎麼樣剛好 縱向的放這些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第一步 還是先把後面的春聯 先給做出來 那怎麼樣把那個春聯部分的字 做出來 第一個它有提示 它說先建一個新檔 它的那個什麼呢 大小為28x28 然後一樣是72dpi 然後RGB是8位元 其實8位元就是256種顏色 那填滿的顏色就是這幾個 然後呢 把它放到新檔之後的話 再縮小85% 所以特別注意這邊有一個 需要做縮小 縮小85還記得吧 縮小放大 有個快速鍵叫什麼呢 還記得吧 上以外講過 Ctrl T有沒有 所以你要記得 放大縮小 一定要記得一個快速鍵 叫Ctrl T 那旋轉的話 基本上Ctrl T也有 那要複製四個 效果跟結果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是28x28 所以我們一樣 在這邊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大小的話 這個檔名我們都給好 因為其實它最後不用存檔 寬28 高28 然後解析度一樣是72 然後一樣是8位元 OK 那背景顏色我們先不改 我們先用白色好了 按確定 好 那太小對不對 Ctrl加好了 放大一下 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一個 可是你會想說 將來要轉換方向 不過沒關係 先填顏色好了 那編輯裡面有個填滿 剛剛用過 那填滿的顏色的話 要用哪一個 預設是白跟黑的 所以如果你要別的顏色的話 你這邊其實是可以挑顏色 所以在這個白色底下有個顏色 那顏色部分呢 根據題目它要的效果 我們給它一下 效果的話就是 2372836 所以要記下來 2372836 好 把它輸入上去 在哪 在這裡 OK 第一個多少 237 237 那再來的話 區域是多少 28 然後呢 36 OK 表示你們記性還滿厚 OK 好 所以RGB填上去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顏色嗎 看一下 確定 OK 這個顏色沒錯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它28x28 超小 所以其實是解析度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你一放大之後發現 奇怪老師 為什麼中間有一個馬賽克狀態 正常的 因為它解析度實在是太低了 那因為這個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證照考試用的 OK 所以其實這算正常 再來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複製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來 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怎麼放過去最簡單 其實就Ctrl A 全選有沒有 Ctrl C 然後呢 再到這邊怎麼樣 Ctrl V 貼上過來就OK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用這個方法 我可以用複製圖 也可以啦 按右鍵這邊不是有複製 也可以 隨你開心 OK 那我自己比較習慣的就是 因為喔 Ctrl A C 其實跟那個 Word啦 Excel其實滿類似的 Ctrl A C C Ctrl V Ctrl A是全選嘛 這個道理一樣 所以 有的時候你在使用工具 盡量那個不要記太多 不一樣的方法 盡量看看有沒有 有一次的方法 以後的話不用特別去背它 不然的話每次都還要換一個軟體 你要再重新 再去習慣 那再去想 那很麻煩喔 最好每個軟體都長一樣 那這樣你用起來就很順手 好 可是呢放過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會有個塗層 那這個塗層1 所以喔 當然你可以 建一個塗層給它 或者你貼過來 它會之後幫你產生一個塗層 好 那這個塗層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我需要把它做什麼動作呢 把它縮小 並且旋轉 那怎麼縮小 Ctrl T 你按Ctrl T 這個為什麼Ctrl T 上禮拜講過 編輯裡面有一個叫任意變形 有沒有OK 然後呢 我需要把它轉 當然 這個地方寬跟高 先把它鎖一下 然後呢把它改成85 因為它說要把它縮小 就是變成原來的85% 第二個的話呢 要旋轉角度 角度是幾度呢 45度 所以這邊有個幾度 有沒有 45 好 這個時候已經轉過來了 那轉完之後 特別特別注意喔 Ctrl T 一定要打勾喔 因為很多人不太習慣 就直接開始做下一個不對 一定要記得打勾 如果沒打勾喔 它後面呢就會產生錯誤喔 打勾一下 好 那表示 你這個動作是OK的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移到我們需要的位置 大概在哪裡喔 其實還是一樣 參考那個 我們最後完成的那一張 大概的位置在這個毛的 邊邊這個鬚鬚這邊 上面這裡 所以 然後在春的水平線這邊 OK 盡量喔 反正就是 按照題目要的是最好的 春的這邊 然後 毛的這邊 大概這裡吧 OK 再下來一點 好啦 反正差不多就OK了 好 第一個就完成了 可是它要四個 而且四個要放在不一樣的圖層裡面 我看看題目是不是要我們放在不同圖層 可能還是要看一下 它說旋轉有沒有 45度 並且複製四個 那如果當然你放同一個圖層也OK啦 不過理論上最好放個別的四個圖層 所以第一個是01好了 所以這個圖層叫01 那如果我要再複製一個的話 直接怎麼樣 就是 右鍵複製圖層 然後叫02 第二個 第二個怎麼會只有一個 因為疊在一起 所以接下來用移動工具 把它向下移動 OK 再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結果是不是 就是一個角角這樣 OK 然後再來下一個 然後盡量不要太不正 OK 那第一個 再按右鍵一樣再複製 03 再把03 向下移動 然後呢 一樣再按右鍵 複製圖層 然後04 好 然後最後這個把它移下來 好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新年快樂 這樣完成了 OK 好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